安禄山洗澡时抓伤了杨贵妃,杨贵妃发明折羞补,如今竟成传统文化。 杨贵妃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拥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又上歌舞经,通各种音律语声聚来的艺术气质,使得杨玉环很快就赢得了一代皇帝唐玄宗的无限宠爱杨玉环出生于富贵之家, 后被寿王礼貌看中成了礼貌的妻子,此时唐玄宗因为痛失爱妃欲欲寡欢玄宗,身边有魏内臣像玄宗禁言寿王宫中有一美女。 倾国倾城陛下您看了定会消除消除心中一切烦闷唐玄宗出于好奇连夜找,见杨玉环唐环唐玄宗出见杨玉环十分清新两人互相了解之后才觉得相见恨晚, 原来唐玄宗故爱因律杨玉环也是如此两人至同道和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唐玄宗封杨玉环为贵妃厚杨贵妃,渐渐对玄宗失去了兴趣毕竟玄宗已经严满。 有一日,安禄山在同阳贵妃洗澡时,不小心在贵妃身上抓了一道红印子,杨贵妃心里十分慌张,因为待会还要去玄宗宫中请安,如果此事被玄宗知道了就是死路一条。 贵妃慌乱之中,看到地上有一块红布,其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将那块红布轻轻捡起,又在红布两边缝上两根红绳,绑在胸前,既遮挡了胸前的伤口,又不是美观。